今天就叫建� ampl museum Beruf's the 大家好 我是Loring 星期日 沙田馬場活舉行三冠大賽亞族戰 駕打冠軍旗姐打杯 大家有心水嗎? 沒有的話就聽聽我的心得吧 約翰莫雅馬房的威爾頓 今季六戰獲得四冠一雅一電的佳席 他近三將在香港經典杯 保馬香港打比大賽 愛比女王杯楊威 這次他欺負一級賽, 三連勝的餘威 挑戰這項2400米大長途的一級賽事 究竟能否獲得一級賽四連八呢? 同場對手之中, 舊女多名利 來港五戰2400米賽事 取得三冠兩季的成績 這次協香港平冠軍之名出戰 力求成功 另外, 格戈怡剛剛在2400米 皇太后紀念杯勝出 再配贏馬拍檔田泰安上陣 說不定有機會贏 在這一邊廂, 我們有長途精英大對決 而另一邊廂 現在還有一種馬彈新貴排駐隊等同場 今季新馬牛精厲害 星期日將初次挑戰三班賽事 他在新馬賽年節 成為今季首筆季內插班新馬 近年季內首筆插班新馬 插班首帳全都入三甲 不過對手有經驗豐富的平中捷影 大笑大笑 牛精厲害, 能否成功取得三連節呢 刺激的賽事一浪接一浪 讓我想起辦法如何輕輕地 舒緩緊張的情緒 接下來星期日 沙田馬場上演渣打冠軍 K姐打杯 大家可以看到多款主題精品 好像有真品馬邊原子筆 進馬公仔等等 到時入場 更有機會得到渣打賽馬日 冠軍帽一頂 長情瀏覽馬會網頁 好, 大家好, 我是Vena 今集區區大明 我會介紹蘇寶羅馬房的有型格 不知道它的名字有甚麼意思 馬主楊毅旗下的有型格 顧名思義就是想愛區有型有格 而他絕對做到馬如其名 今季跑沙田草地1200米 已經娶得四連節, 非常厲害 接下來星期日 有型格會割續本地三級賽 1200米沙田銀瓶 希望他可以擊敗一眾對手 取得五連節皆值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日沙田馬場 會有多場精彩賽事上演 大家記得留意 下集見, 再見